据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近年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力度明显加大 除了相关军事部署越来越激进 还频频打着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旗号 图谋扩军备战 插手台海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 相关人士透露 日本政府拟将北海道 冲绳等7个道线的16处机场港湾 指定为所谓有事据点 以在突发事态之际 供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使用 这16处所谓有事据点 具体为北海道 香川 高知 福岡 长崎 宫崎 冲绳 7个道线的5座机场和11个港湾 预计首年度预算合计约为350亿日元 涉及机场方面 为便于战机和运输机使用 将延长跑道并完善停机场地 在港湾方面 为了让运输舰和护卫舰等大型舰船靠岸 计划建设码头并挖身海底等 报道还声称 上述民意计划主要是考虑到 对中国大陆的海洋活动和所谓台湾有事的担忧 不仅如此 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致力于强化西南诸岛警戒监视力量 加快导弹部队部署 增建弹药库 加速构建所谓反击能力 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于3月30号 在冲绳县与刘麻市的陆上自卫队驻地 举行了冲绳本岛首个反舰导弹连队的成立仪式 报道称 该连队配备一二式陆基反舰导弹 任务是从陆地上攻击其他国家舰艇 与已部署的宫古岛的部队一起 监视解放军舰艇通过本岛宫古之间的海峡 这是日本防卫省首次在冲绳本岛 成立针对其他国家舰艇的导弹部队 此外 当地时间4月10号 日美领导人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日美安全同盟重大升级 驻日美军将重组联合作战司令部 两国将合作生产武器等 相关声明的矛头明确指向中国大陆和台海局势 我们认识了我们两国将继续接触 中国关系关系与关系与关系 同时我们确定了 我们继续对中国与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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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证明了 大陆军事专家梁永春表示 日本政客通过炒作所谓台湾有势来渲染战争威胁 借机要求军事松绑扩充军备摘掉和平宪法的紧箍咒 此次升级日美安全同盟关系彻底改变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 日本自卫队实质上将变成一支真正的军队 针对日本政客频繁炒作所谓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日本政客再次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 妄议中国内政甚至鼓吹插手干预 这完全是不自量力心怀不轨 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您好 日本近期打着所谓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的旗号 危险动作频频 那您认为日本究竟有何意图呢 日本的现在呢 把这个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啊 当作日本自己的所谓家事 其实呢是由来已久的 把中国的内政问题强行的拉到日本的安全身上 这显然背后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操弄的 一方面呢 美国把中国当作这种竞争的对手 那么全线的遏制中国 利用位于第一岛链的日本 能够形成有效对台海地区 对这个包括钓鱼岛等等 能够形成有效的震慑 便于美军的统一指挥 这一直是美国啊 希望在这个亚太地区啊 日本扮演的角色 在这个充当美国小弟的背后啊 也有着日本啊 多年以来啊 这种啊 军事扩张的野心 日本呢 由于受制于和平宪法 所以呢 在这个扩军备战方面啊 有着很多的限制 所以要想让日本能够呢 顺畅的扩军备战 那当然就有理由 把台湾问题 说成是日本的家事 把台湾有事说成日本有事 说成日美同同有事 这其实就是日本在给自己找一个扩张的借口 目的就是想突破和平宪法 能够重回军事大国的这样的一种野心 所以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出发 日本现在动作呢 并不奇怪 但是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呀 会对日本带来什么 恐怕日本的民众啊 还没有想清楚 就这样的一种扩军备战 甚至公然的挑衅 如果一旦引发冲突的话 日本会首当其冲 成为呢 反制的目标 任何干涉我们国家内政 都会遭到相应的反制 所以日本啊 其实这也是在玩火 如果一旦呢 台海地区 或者其他的热点地区 发生这种直接的冲突的话 那么日本显然会成为打击目标 所以啊 日本跟中国 如此之近 领扮演啊 一个亚太地区啊 和平者的角色 而日本呢 现在作为地区的大国之一 却在扮演着一个 台海地区的 搅局者的角色 显然这种做法 虽然合了美国的意 但是对日本来讲 绝无好处 好的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